叔叔 阿姨 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二位一下 我喜欢姜天兰 我要娶她 至于二位同不同意 我不在乎 反正 我该说的也说了 该做的也做了 再见 来了 你好 请问您是姜天兰的母亲吗 是 谢谢 喂 小伙子 你是哪位啊 叔叔 您好 您是姜天兰的父亲吗 我是姜天兰的老板 天兰的老板啊 快倒水 倒水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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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说完阿姨 这是小小心翼 黑鲨捷克新款 国内刚上市 我听说二老特别喜欢钓鱼 您要是觉得用得顺手 我再给您配个拳套 老板 还知道我的爱好 谢谢 谢谢 请问你来有何贵干啊 叔叔 我刚才可能没说清楚 我叫韩向东 我以前是姜天兰的老板 现在不是了 我要追求姜天兰 我想娶她 小伙子 婚姻大事不是开玩笑的 叔叔 我没有开玩笑 我对姜天兰绝对是认真的 我对姜天兰 天兰从来没跟我们提起过你 是 那个 天兰也不知道我来这儿 她要知道的话 也不会同意的 这儿的地址 我是跟茉莉要的 我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是这样的 天兰跟我说 如果我想娶她 就得过二老这关 所以今天我就来了 我 叔叔阿姨 我正式地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韩向东 一大毕业 现任宁州第一医院主任仪式 教授之称 干部待遇 一大还有我自己的实验室 我知道二位可能不太相信 所以我把这个 证书什么都带回来了 你看这个 任职资格证书 还有毕业证书 聘书 有照片的 还有刚印 加不了 你身体没有毛病吧 你一会儿老板 一会儿医生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我是卫生局的领导 我问你啊 你 你在哪个科 专治不孕不育 天兰的病我也看过了 能治 你 你看过天兰 看过了 但是他不太想治 不过没关系 反正我跟天兰已经有莫里了 无所谓的 你今年多大 你知道天兰今年有多大了 我知道 天兰大我六岁 不过我不在乎 我喜欢他 天兰离过婚 还带着莫里 这些都不重要 我养得起他们 我家里条件一般 房子也就四百来瓶 车有两辆 我不是很喜欢车 但如果天兰喜欢的话 他愿意买几辆 我就给他买几辆 还有存款 那个存款我还真记不得有多少 我反正有很多灵 就怕你存账上就胜灵了吧 我们老乡家是正经人 天兰虽然离过一次婚 再找也得找一个精神正常 不能找骗子 您说得太对了 所以我想娶他 娶什么娶啊 你不要以为我是个干部 不敢跟你动手 你啊 赶快把这些东西给我拿走 你走 把这些据也拿走 叔叔 阿姨 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二位一下 我喜欢姜天兰 我要娶她 至于二位同不同意 我不在乎 反正 我该说的也说了 该做的也做了 好 小心 我问你啊 天兰到底现在在干什么工作 她 她什么她 打电话给我交来 这水这么凉怎么喝呀 那给您吃完饭漱口用的 来 擦擦脸吧 是你自己要留下的啊 别弄得向我欠 是我自己想留下的啊 我知道您不喜欢我 您要真不想见到我 赶紧把身体养好吧 妈 天兰 在家呢 你有事啊 你能不能过来一下啊 怎么了 有个叫韩向东的来过家里 他去家里干什么 他 他 他说他要娶你 就是过来通知一下我和你爸 天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说你爸气得差点犯病 那我爸现在怎么样 现在没事了 没事了 不 你爸说让你回来一趟 说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 你信我吧 我跟他什么事也没有 妈信你不是那么糊涂个孩子 可是 你爸他 那你帮我跟我爸解释一下 你就说 算了 算了 我现在去那边忙着呢 我一会儿就跟我回去一趟 那 那你有事 你就先忙吧 今天就别折腾了 没事 你爸那儿我劝劝他 我跟他好好说说啊 好嘞 他给我抖什么乱 我说你怎么这么没有原则啊 让他给我回来 他不是说他有事吗 他不是说他有事吗 宝贝啊 抱着小羊睡觉了 这是小狗 这是小 我一直以为是小羊呢 好 那抱着小狗睡啊 嗯 爸爸 你能跟我讲个故事吗 那我给你讲个 小红帽的故事吧 这个我上幼儿园的时候 妈妈已经跟我讲过了 嗯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的故事 妈妈也跟我讲过了 而且还带我去看着电影 好 好